预算国家公园管理处每年都会针对园区内所管理的原住民事务 邀请管理范围中的代表来进行例行性的共同资源管理会议 其中委员布农组人提出 预管处应该要开放给原住民部落 在30平方公里范围内要交给部落自行来管理 将来我们布农组要行自治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民主自治的利益 所以我们从原来的旧部落方言30公里 由我们族人自己去管理 议员市清水表示 参与代表的族人都会表达意见 但预管处都没办法立即做出决策 这会议已成为一种形式 并失去了共管两个字的意义 经过我们一些布农组以及州组的代表 还有一些学者的代表 来举行这个会议之后 大家很认真的在讨论 但是预管处的回应 只是说来参考参考来办理 像这样的情形 有开没有开都一样 今天这个会议叫做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 那当然很重要就是共同管理这个精神 可是因为我听了他们这一年做的事情 我觉得当然做了不少事情 可是大部分都是跟部落拉近关系 比如说不管是有机农业 或是交流这些事情都不错 可是我觉得它并没有让部落有一个主体性 可以来管理一些什么事情 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有部落 可以去管理任何资源的问题 而针对这次共管委员所提出 有原住民部落 自行管理30平方公里范围的建议 预管处还是回应 将报请中央来处理 过去的旧部落 方圆30公里 回归由部落来管理的话 那我想 这个可能是整体国家的一个 层面的这个政策的问题 不是管理处这个层级能够做决定的 希望议管处能够再重新思考 来订定这个办法 怎么做是更好 怎么做才可以双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希望不要做一个形式 没有一个交代 这样的会议我觉得不值得 我希望我们政府单位 也能够加以重视 议员时薪水也呼吁中央 管理这种部落权益的会议 再经过会议的决策 应该要立即严厉处理 布莱每次都要开这种会议 并没有实质解决逐人 对政府的期待 民心网玉怀 税率採访报道